我们开放这个温问机是九点开始 我们村民呢有的一早就来了 有村民呢这个是一点都陆陆续续都来 因为这个是非常好的政策 我们要向工作呢帮助我们因为疫情 帮助我们做事 帮助我们村民呢生活上的一些补助 这是我们万荣乡针对新冠肺炎 肆虐之后的卫尊军的夸晃 这个为什么相公所会有这样的企图心跟来源 就是在新冠肺炎这一两年让我们百业萧条 尤其是我们万荣乡几乎是以劳工为主 但被隔离管制之后就没办法上班领薪师 造成他们家庭的经济没有来源 在这个年初就筹化了从乡库里面来发放 卫助金实质的让我们的乡民提供一个 经济的一个舒缓跟支持福情 所以在我们万荣乡6100多位的乡民 所以我们编列了每人5000元的未住金 所以在6月开始就筹化了资质条例 资质条例成型之后 经过我们万荣乡民代表会全数通过 从乡库里面目前乡库有2亿7000多万元 从这边拨出了3000多万的总托筒 来提供给我们乡民 主要的目的在9月花坊的原因是 因为是一个中秋节来临 然后是开写的月份 再来就是在这个疫情之下 感恩大家在经济上的乡利 所以我们下工手就决定在今天 111年9月3日实施花坊 点击 继续 1 2 2 感谢观看